二零二零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CES一月七號開幕 而工研院也獲邀參與 展現國人自行研發的最新技術 而這其中 樂林陪伴機器人 和複合式智能穿戴系統 分別獲得了創新獎的殊榮 獨居長者只要穿戴智慧裝置 這個樂林陪伴機器人 就可以二十四小時 偵測身體血壓及呼吸等生理數據 如果不幸發生跌倒意外 就會立刻連線到子女手機 隨時掌握長者生活 這是工研院和產業跨領域創新研發的 行動手臂式機器人系統 不僅適合長照也能搶攻 全球智慧製造市場上機 在技術上跟創新上 都跟以往的智慧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了之後 是覺得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把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導入我們的產品 工研院表示近年來消費型態改變 高齡化社會人力缺乏 與新興製造國家崛起 傳統機器人已經不服使用 必須朝向多功能人機協作和聯網化發展 因此工研院所做的研發 是以市場為導向 並連接產業鏈把研究成果帶到市場 一定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研發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在做一些技術研究的時候 一定會想到最後的end user 跟最後的一個market 2020美國消費型電子展CES 1月7號開幕 工研院也獲邀參與 並以AI智慧新生活為主軸 展出國人自行研發的最新技術 其中樂靈陪伴機器人 和複合式智能穿戴系統 分別獲得本屆CES智慧家庭類 及穿戴裝置類創新獎殊榮 記者烙水明講龍翔特報道